小腿上一道长长的伤口 整条腿都是鲜血 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但伤口实在太深 才12岁的女童只能忍着痛擦药 原来她出门遛狗 却被邻居的宠物攻击 半夜然后等医生帮她动手术 然后青创缝合这样 我看到她在哭我都快哭了 因为那个真的很打一个洞 很可怕耶 想到女儿的遭遇一度哽咽 29号晚间9点多 12岁的熊系女童独自一个人 带着家里的柴犬出门 在中和住家附近散步 却碰上邻居养的米克斯黑狗 没有绑绳冲了出来 当下为了保护宠物被咬伤 消防队获报后 立刻派救护人员到场将女童送医 伤口长达十几公分 缝了好几针还得打破伤风 避免伤口细菌感染 我觉得不能再放任她 因为如果有别 因为我们那附近很多小小孩 那如果是别的小小孩冲出来 她哪一天性情又大发 咬了别人的狗 或者是咬了别人的小孩 那很可怕啊 我们平常都绑着 你看都绑着 就晚上的时候才有 给她放出去 但是她有报完没关系 我们看怎样处理 我们就跟着说 伺主认为自己有错在先 愿意赔偿 但上个月25号 女童遛狗也被攻击 狗被咬伤 求偿5000元医药费 这回女童被咬到剑骨 认为对方没有管好宠物 决定提告 TVBS宣传王靖文 郭尹新美食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